再看到又发生厕所洗脸盆爆裂的意外 8号晚间11点多 新北市戏指护人家传出了巨大声响 接着听到小女孩嚎啕大扩声音 原来这是5岁跟7岁两个小姐妹准备洗澡睡觉 疑似妹妹把手放在洗脸盆上 但失利不当 整个脸盆硬生坠落爆裂 妹妹的胸口割出了长达10公分伤口 吓坏了全家人 陶瓷碎片散落一地 厕所洗脸盆整个掉落地面 只剩一小部分粘在墙上 破裂面还流有血迹 恐怖情景再度出现在细致一户住家 晚间厕所突然传出泵一声巨响 5岁小女童嚎啕大哭 胸前被鲜血染红 紧急送医治疗 家属交集在医院等候 7岁姐姐跟在一旁眼神充满惊吓 8号晚上11点多 姐妹两人准备洗澡睡觉 浴室悬吊式脸盆用壁壶钉固定 已经老旧出现裂痕 墙壁接面处也有断裂 当时妹妹的小手就放在上头 疑似不当失利 洗手台突然应声坠地爆裂 家人都吓了一大跳 洗脸盆突然爆裂 原因还没查明 但最担心的还是两个宝贝女儿的伤势 姐姐手腕被割出0.5公分伤口 妹妹伤势更严重 胸口被掉落爆裂的脸盆 割出长达10公分伤口 妈妈看了好心疼 幸好急救后没有大碍 我听戴两个 一个抱着的 一个是戴的 有割傷还是什么样子 睡前洗澡没想到发生流血意外 突如其来巨大声响 全家人过了惊恐一夜 记得陈嘉明乌三台北参谱报道